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总量达20万吨 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近80万吨 预计到2030年动力电池市场总规模可达750亿元 从今年开始动力电池将进入大规模退役潮 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需求见显迫切 未来由个人车主报废的电池将成为电池回收的主要构成部分 电池来源广泛而分散 但在架高者得的背景下 不少白名单企业面临竞争不过小作坊的尴尬境地 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目前的时候退役的量还很少 假如作为生产责任制它很难落实 因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我个人的私人的产品 任由我怎么取之 我卖给张三卖给李四 我私人财产李四没有我的取之 给你的服务 除非新能源汽车厂家给我多给钱 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时候很难了 因为汽车厂本来利润就不够 那我怎么可能给你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 我国动力电池行业的产销量 达到545.9亿瓦时 465.5亿瓦时 较2021年分别增长了148.5% 150.27% 2023年 动力电池厂商新建产能逐渐释放 这意味着 我国动力电池的产量将进一步增长 根据目前的规定 动力电池只是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 需要按照其他废物的标准执行 个人仍有买卖的权利 未来 面对扑面而来的动力电池 报废潮回收潮 是否应该抬高门槛 专家有自己的见解 我讲的是百分之百 具有这个微汇的特征 第一 再一个什么呢 它里面的话 它还有裂股膜 电解液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微汇处理 那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型固汇 是我们一个新型产业 我们还需要社会的资本来进入 进一层微汇 那就要收到很多的资本 它就不会进入了 因为门槛就提高了 实际上美国在废旧电池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领域仍然实行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式 但以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面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动力电池回收 而在制度上则采取生产者责任制度 并支持行业协会制定押金制度 鼓励消费者主动上交废救电池 日本则在立法的同时对电池企业进行补助 认识和取成它是微费特性的 所以的话你作为公民 你是应该有这个防御保护的责任 你有义务来做这个 在一个新型软件汽车的时候 如果说能够立法 假如说是在责任职的延伸的办法里面 就是我们要加一条用户 我必须是把电池要回收到 我有直至的这个测解企业 趋势测解中心 我们不讲惩罚条例 就是说我有了这个 我才能犯新的新能源汽车 目前在我国工信部认定的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共有14000多个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分为三类 汽车企业的官方回收渠道 汽车企业下属或者专业的拆车公司 具备再生资源经营许可证 危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等 各种资质的新能源企业 专家建议 随着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也应该积极探索 建立更加完善的电池回收网络 我们也就建议主机厂进口能多的在自己的销售区域建立一些回收网点 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放心的把相关的电池交回到咱们销售商手上 这样以避免想对环境造出的污染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数据显示 在全球范围内到2025年 退役动力电池将会达到104万吨 2030年将会达到350万吨 我国是动力电池生产大国 但是我国的骨涅里资源供应能力还有待加强 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 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我国电池金属的供给缺口 对于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更是具有重要作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作为新能源产业当中的新液态新赛道 动力电池的回收体系处理技术都在不断的进步完善 我们期待将有更多变费为宝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 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